你 滑叔殿下 我们鹰族的东西你也敢抢 把碧血灵芝交出来 休想 滑血灵芝 滑叔殿下 陈天三 滑叔殿下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们五个打一个 未免欺人太甚 你们到底是何人 大则山古晋 大则山阿音 好 我验爽借助你们了 走 多谢阿敬 无妨 何叔殿下 那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何要抢你的东西 我父王与鹰王一战后 陷缘受损 这三戒州 唯有那碧血灵芝能治好她的伤 鹰族为了逼死我父王 处处派人来抢 抢不到就毁掉 这鹰族也太过分了吧 刚刚那位 刚刚那位 就是鹰族公主艳爽 想不到我堂堂白鸟岛公主 竟也沦落到被随意击辱的间谍 何叔殿下 你现在还有伤在身 我们先找一处客栈 你歇个脚吧 嗯 殿下 穿我这些吗 来 多谢 走吧 这不挺热的吗 这不挺热的吗 那殿下好好休息 我们就不打扰了 多谢 走吧 殿下这是受了内伤 需要一些灵药救治 阿姨 你去取些灵药来 我 我要留下照顾花叔殿下呀 去 多谢阿姨女君 花叔感激不见 不客气 快去快回啊 不客气 殿族殿下不是早就已经晋升了下军吗 为何体内灵力如此虚弱 鹰族四处抢夺碧血灵芝 父王又危在旦夕 我只得先用自己的灵力 暂时护住父王的怨态 那你自己怎么撑得住呢 我顾不了这么多了 我得赶快赶回去了 否则鹰族知道我不在白鸟岛 又会趁机进宫了 顾靖真是个大傻子 见到华叔尾巴都翘起来了 以后有的他瘦的 巫跟我也没关系 随便他吧 又能怎么样呢 阿靖 我怎么感觉我走过这儿 华叔殿下 但你现在伤还没好 就算你现在回去的也 就算贫尽所有力气 我也必须要保护好我的族人 何况若到最后 只要我答应南海星族的求亲 到时候白鸟岛 便不会再像如今这般 孤立无援 无人相助了 怎能用女子的婚事 来当作保全族人的筹码啊 这也只不过是到最后一步的办法 你不必担心 我最近都在加紧修炼 说不定 等我寻到什么法子功力大涨 到时 嬴组便不敢再怎么样了 殿下 这遮天伞你先借去用吧 我想有了遮天伞的结界庇护 孔雀族也可以保全自己的 安静 殿下不必这么看我 借一把伞而已嘛 现在先解决白鸟岛的危机 才是要紧事 殿下拿去吧 近日真 华叔无以为报 来 阿静 这儿 阿姨 阿姨 在这儿呢 你在哪儿 这个客栈她太热了 笨死了 主仆器 阿姨女君 不是东华神君的怪名弟子吗 怎么会 因为阿姨灵力微弱 师尊为了让我保护她 才会这样的 阿姨这丫头 刚从大泽山出来 还没什么方向干 一会儿直接把她 召回来得了 原来如此 哪儿 过来 你笨不笨呀 这么小一个客栈都能走丢了 路痴吗 不是 我 那给 行了 好 你就在这儿待着别乱跑了 华叔殿下 我去找殿小二帮你煎一下药 多谢 看什么呢 照顾一下华叔殿下 你可要喝水 不必了 我还有事 先走了 等等 他去给你煎药去了 若是他回来看到你走了 不就白辛苦一趟吗 要不你先等等 等他回来了之后你再走 好 我要怎么做 何须你一个小仙仆多言 他跟你说的 我如何与你主人相处 我没有说过什么 不是你该过问的 身为仙仆 就该守好仙仆的本分 要来喽 华叔殿下人呢 走了 走了 他 他身上还有伤呢 阿姨 我不是让你看着他吗 我怎么看 仙仆就应该有仙仆的本分 主人跟公主的事情 我有资格问吗 没有 你怎么了 干吗突然耍脾气啊 我惹你生气了 我与你皆主仆气之事 为什么要告诉华叔 那不是你刚才急着唤我吗 我就想 赶紧把你照到我身边来 我 我一捏绝 就被华叔看出来了 你放心吧 华叔殿下人美心善 不会太在意的 他刚才 他 我 老板 仙仁 仙仙 我当年在梧桐岛 他还不认识我 就肯对我出手相处 足见他的人品 好了 别生气了 阿姨 对 其实我刚救人的时候 好像自己也受伤了 好痛 就该疼死你的 好了 好多了 我就知道 我们家小安音音 还是很关心我的吧 我没有 我只是怕你在路上拖累我 一个呆子 一口一个滑梳 一口一个滑梳 你救他你都受伤了 他呢 他被屁股走人了 你不觉得奇怪吗 他也是担心白鸟倒啊 紫月山之事 你还没有解决清楚 你还担心人家要白鸟倒 你这个人 看你这操心的样子 行了 行了 我呢 也不装了 是 这紫月山 平常人确实是不敢靠近 但你师哥我是谁啊 你师哥我神通广大 靠着一点点小小的实力 轻而易举 就可以把你一同带进紫月山 真的 当然了 我信你我就是个傻子 你不信啊 跟我来 我不去 怎么不去 去 让你看看师哥我的真本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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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